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我在泰国去这个靶场打真枪 就完全就是听响 没有那么多的快乐 太短暂了 你枪拿到手以后 太短暂了 那个时间了 太短暂了 所以呢 他这个 他应该这个也属于 你要是跟那个那些 有条件玩真枪的人比起来 那当然 就可以买真枪的人比起来 当然差的太远了 这点比不了 所以我觉得 他市场呢 他这个 这个出现了这个布兰杆 应该就是满足这些 像我 像我或者我们这样的人群 这个 又想玩 而且还不具备玩真枪的条件 玩布兰杆 最合适 这个 每天放在家 什么时候喜欢 拿出来 被摸摸 就是哪天有时间 然后再去那个 就是离我这儿 离我这儿最近的有两个 两两场地 一个是那个BB厂 打那个CBQ的那种室内的 A1 一个是那个 一个是那个真枪的射击场 就是像我说似的 它那个限制太多 而且 而且咱们的口碑也不太好 你竟然惹事儿呢 有一个惹事儿呢 就会影响到咱们千千万万的人 就像就影响到咱们千千万万这些规矩的玩笑 算了 不提了 一提都是烦恼 就是说布兰杆 就是说这把布兰杆 对 这个布兰杆 在咱们国内应该叫空包蛋 好像要 要是查 关键词 查空包蛋的话 会有一些资料 会有一些相关的资料 视频一些 但是布兰杆这个词 在咱们国内还很陌生 而且就是说 国内的有一些 就是网上认识的一些挺好的 咱们国内的一些枪友 甚至很多人 他对这个 别说布兰杆了 他对Bee他都特别陌生 就在 就是那么多人的那个意识里边 他们 他们的关键还是那个手拉呢 拉一下打一枪 拉一下打一枪 有Bee 他连那个气动 我不知道 这把枪就是 就是弹夹不太满意 没办法呀 你要是弹夹 像真枪一样了 那你改装真枪就太容易了 它肯定是会违反一个 相关的国际法法 应该也就是这意思 他这个还有一个说明书 都是英文我也看不懂 说明书上呢 有一些简单的介绍 这把枪具体的拆卸 有多少个零件 我现在看的这边是拆卸方法 然后呢 大家看到这一面呢 是具体它的那个内部构造 还有这个零件的那些细节的这个图案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小说明书 太沉了 这个分量 这个分量太沉了 完全不一样 跟BB完全不一样 反正现在我是这么想的 就是下一把应该 如果要不是更新换代的话 应该还是不滥感 我觉得这个收藏是最有意义的 真正的钢 真正的那个 那种工业的那种切割的那种 军工吗 那种钢 还有一些冲压 都是钢的 都是钢的 不是铝合金 不是BB的那种铝合金 分领在这儿 就这么多吧 今天 向大家来展现我这个开箱吧 新买的这把布兰杆 今天也就 这么多 哦对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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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留言里边 在那个B站留言里边有 有一个 就是 特障的兄弟 就是那个 就问我 说那个 能不能开一个那个粉丝 那个粉丝群 我 其实我特想开 就是你不提 我都想开 不敢呐 真不敢 咱们 咱们那个 你要是油管 就无所谓了 具体什么都可以 那B站不行 B站在咱们国内啊 咱们国内 动不动 你就 株连九族啊 这我惹不起啊 我真惹不起啊 我 我开的名粉丝群 你万一有个非法的人 想什么 什么偷着 偷着卖 在国内偷着卖BB的呀 或者卖零件或干嘛的 做一些非法的事 他我受牵连呀 你虽说这个事不讲理 但事实社会是这样的 我也没有办法 我既然能说到这块了 就是大家应该也能体谅我 就是就像那个 就是就像你租个房子 你住进了一个逃犯 一个犯罪分子 你还要受到法律牵连 我招谁惹谁啦 我也不是孙悟空 他脑门上也没写的罪犯 也没写的坏人 我能看出来吗 他犯了罪牵连到我 您说讲不讲理啊 没天理啊 就是跟这个事一样的 所以 没办法 就是 还得走一步看一步 看具体咱们 咱们国家那种庄严的法律 对这块到底 是到底一个 什么时候能有一个 再理性一点的 这个 一些一些政策吧 再说吧 而目前我真不敢 目前我觉得就是 我拍的一个视频 能 能能这个 在国内展现给大家 我觉得 按现在能合法播放了 能合法看了吧 我不知道还是不是算合法看了 就已经很知足 我已经很满意了 还有就是 有的玩家问我这个 马路易吧 那个日本的马路易 那BB我真不太懂 懂得真不太多 就不管是BB还是Gamo 还是这个Blankan 我多少都懂一丁点 懂得不是太多 所以就是别问我太多的技术问题 就是 我大部分都回答不出来 就毕竟那个 我那玩比较杂 因为那个像什么 玩BB的呢 有专业玩BB的 然后那玩Gamo呢 有专业玩Gamo的 玩Blankan的呢 还说不上专业吧 因为Blankan这种枪是 刚投入市场 时间不长 时间很短 所以玩这个的人 不是很多 还要就是买这个的时候 毕竟他泰国的 泰国的他整体的收入 还是不是很高 所以他能买 能买这种Blankan的人 都是很多 真的也是泰国的有钱人了 你普通人都是 玩不起啊 太贵了 你普通玩BB的人 都是家庭条件不错的了 所以慢慢我也是研究 这个反正还是收藏 还是Blankan 还是Blankan更漂亮 行吧 今天就到这块了 说的到不到 请大家多 多海涵 然后那个 下一期呢 我想今天是 今天是星期五吧 今天好像是星期五 明天后天不行 明天后天不能去那A1 明天后天都是人 都是玩家 然后你玩这个 你还 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的解释 也不扎堆 因为毕竟他人多 万一要没地儿去白跑一趟 就是星期一 跟我哥们约的是星期一 然后曼谷时间中午 就是北京时间就是一点 因为跟那个那个 泰国跟中国差一小时 泰国要比中国早一个小时时差 晚上是周一这个时间 我们去玩Blankan 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观看我这个节目 还有谢谢大家 对我这么多的支持和鼓励 谢谢 拜拜